我們來看看各位是不是真的能夠了解了 來看一下這位大哥 問題1位移是多少 問題2路程是多少 你站起來回答我 位移是多少 路程是多少 可以嗎 OK 來 我們要找一位 這位叫做 7 來位移多少 多少 你要不要考慮換一下答案 我們剛剛講過位移是什麼東西 你剛才知道位移是10 第一個你沒有寫單位好10公尺 但是這樣還是不太對 因為你忘記我告訴你位移是什麼東西 要有怎樣跟什麼 所以位移多少 多少 向中10公尺路程 請坐 所以呢 注意 回答我的時候講過了 人家問位移要有什麼 要有大小跟方向 所以位移叫做 向中10公尺路程叫做 10公尺 路程是存量 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位移是向量 有大小有方向 問位移要回答大小 and回答方向 那這位大哥 這位大哥 停車站間問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帥哥美女 please 站起來回答我 要換帥哥男了嗎 換帥哥的就是小女生 帥哥男無無無 還是小女生為什麼 帥哥男無無 帥哥男 帥哥男 出不到帥哥 帥哥男 3個 3個 來第一個叫做 位移多少 第二個叫做路程多少 位移 面帶微笑 講義上應該有畫箭頭對不對 講義上應該有畫好箭頭嗎 向西15 單位 入城 15 單位 你們錯 讀書不求聖節 跟你講說要講清楚啊 說明白啊 來 位移 向西15 入城 15公司 OK 那 俠以哥 來看看這位帥哥 來看看這位帥哥 看好喔 衛宜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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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將將將 No.9 9號 小老師大人 可愛小老師大人 來 衛宜 多少 向東五公尺 入城 二十 二十五公尺 請說 這個是我們的重點 考試就喜歡考這個 考一樣的沒什麼好考嘛 考不一樣才有好考的嘛 對不對 一開始會考你 分清楚什麼叫位移 什麼叫做入城 位移是有多少 從大佛走到大樓 位移向東五公尺 入城是所有走過的路都要算 所以答案叫做 二十五公尺 就是 我們讓你去判斷 什麼叫位移 什麼叫入城 就是一開始考試會考你的問題 把它分清楚 OK嗎 OK